剛剛我們提到 鴻海布局半導體 其實為的就是電動車 這一塊的一個商機 不過如果說發展電動車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問題 必須要先解決 商制就是除能這一塊 但現在除能的方式 還有哪一些 當然其實除能很早 在先前無論光電或風電 它就要除能 包括一個基地台 電燈它就有一個小除能 但當時沒有產業化 但整個除能市場 整個拉抬起來 確實是電動車 或者說特斯拉來整個拉動的 所以我們有關於除能市場 首先先來看特斯拉的狀況 都知道特斯拉在除能 單單除能方面 它也有他們的這種 除能的產品跟方案 就是很有名的這個MegaPack 這個MegaPack的部分 是體現它的技術層面 它其實真的不大 就是一個貨櫃箱這麼大 可它可以達到 做到三兆瓦石 三兆瓦石是什麼概念 就大概3000度電 所以這個一個貨櫃箱 就可以供應 100個家庭一天的供電量 所以如果組合起來 那是什麼樣的規模 所以其實像現在 包括最新的部分 這個應用就是在夏威夷 因為整個夏威夷島 這個州已經宣布 他們在2045年 整個這個夏威夷上 要100%都用綠電了 不再用任何其他的發電 所以現在整個 特斯拉的合作非常的深刻 所以現在他們有最新的 整個就是在夏威夷當中 在建構這個Megapack的部分的 一整個州的部分的 應用的這個模式 所以它來拉動整個 街東市場是毫無疑問的 是受到矚目的 但另外有關除了市場 拉動了另外一個力量 我們來先看荷蘭 荷蘭部分當然就是一個 所謂政策跟一個 生活應用的一個概念 那過去荷蘭城市 它大概家裡 因為他們比較少 這個停車位的思考 那還有包括他們自己家裡 都有太陽能板 是很普遍的在歐洲 冬天他們會用一個 熱棒系統 所以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很基礎的這種熱能 可是對於這樣子未來 包括充電車 未來的電動車 整個荷蘭政府 整個國家的政策 它就要建構一個智慧電網 那麼這個智慧電網 就要有效率有系統的 對於白天 包括這些光電風電 發電為主的這個電 它會過剩 那麼在晚間的時候 它就要很智慧的 來把它分配運用 於是大概電動車 你就可以充電 所以在這個整體分配性上 就使得儲能這件事情的規模 跟它的部分的應用 非常重要了 當然現在還有一些 新的材料非常特別 我們都知道 在整個儲能或電動池 除了動力電池之外 儲能電池的部分 可能比較穩定安全 不用那麼高密度 但是有很多新的材料 包括硫 包括用鋁 各方面比較便宜的構成 但是現在有個非常厲害的 有點原始 就荷蘭 芬蘭竟然推出了這個沙電池 它確實真的是用沙子做的 沒有混別的東西 用沙子在儲能嗎 對 所以這個芬蘭的部分運用 這個沙電池也非常部分的環保 所以它的可以提供熱力 或對基礎的儲能應用的話 其實非常好 那麼有關於剛剛講 儲能電池 我們要特別關注的 就是它現在的材料科學的變化 在全世界一個沙子 就可以做出電池 剛上次提到 現在全球都在搶儲能市場這一塊 要請教張博士 台灣是不是也有在發展儲能呢 那麼有一些傳產業者 包括像是台泥跟中鋼 他們是不是也把這個減碳 變成是一個賺錢的生意 是 台灣其實也是 傳統產業其實很多 也是跨入這個領域 那我們先從台泥這個部分來看 那台泥 大家會想到台泥是做水泥的 跟這個儲能有什麼關係 那其實台泥他日前宣布 他跟Seven合作 在Seven的第一萬家的這個門市 打造一個新能源的超商 那什麼叫做新能源的超商 他其實就是在這個超商的 這個外面的這個 停車場附近的這個區域 放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儲能櫃 儲能櫃 他的儲能櫃其實就是 張董事長後面這個 那其實這一張圖比較大 我們就看得到 他這裡有沒有看到 他的這個材質 其實就是水泥的 所以這儲能櫃的外殼 是用水泥打造的 那為什麼用水泥打造 因為他本身就是做水泥 他是專家 那這個水泥還是特別的水泥 他叫做UHPC 這個叫做超高性能的一個水泥 所以他的密度是相對比較密的 那為什麼要密度比較密 因為各位想 我們的這個儲能櫃 我一定都是放在戶外 我要接受風吹雨打 然後這個狂風暴雨等等的 所以這個儲能櫃 基本上來講 他用水泥來做 對 那同時 這個儲能櫃 大家想到說 我儲能櫃 基本上我可以提供電源出來 我提供電源出來的時候 旁邊這裡 以後就可以裝什麼 充電裝 所以電動車 直接就在這邊充電 對 我電動車 直接就在旁邊可以充電 那這個他還有叫做DC to DC的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這個充電裝 都是先拉台電 台電就是交流電的電 轉換成DC 就是直流電 再到我們的車子的部分來充電 也就是從交流電 轉換到直流電這邊來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透過這個儲能櫃 因為儲能櫃輸出就是交流電了 然後直接給電動車來充電 這樣子直流電充直流電 我的這個充電的效率就比較好了 我充電效率就比較高 所以他號稱這是全台灣第一個 那再來他的這個儲能櫃 我們剛剛講過 他的結構是水泥做的 所以他結構相對比較好 而且他對於這個 他同時還具有這個不斷電系統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的台電進來的電的時候 萬一像我們之前遇到停電 大停電的時候怎麼辦 那大停電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有所謂的UPS 那UPS他基本上來講 大概就是可能重要的電腦 或者是這個POSE系統 讓他有電而已 你要整個空調有電 大概不太可能 那所以他今天我透過這個儲能櫃 那這個儲能櫃提供到我的這個 這個這家7 他號稱可以大概四個小時到六個小時 是維持正常 所以四到六個小時是完全都不會斷電 對 是完全不會斷電 而且是門市可以正常的營運 所以他因為這個儲能櫃 我的電力供應是相對充足的 所以我可以在四到六個小時之內 可以讓我的這個電力是非常的穩定 而且是充裕的 那這個是台泥的部分 那再來是中鋼的這個部分 那中鋼其實現在也架構了 建構了所謂第一套的 這個儲能系統 那這個儲能系統 它其實可以參加 參與台電的這個 交易平台競標活動 也就是說 它的產生出來的這個電 它也可以跟台電這邊 賣給台電來做使用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它還要再架構第二套 那這個部分 它主要是應用在 因為它中鋼在使用電 耗電的時候 使用電的時候 它其實需求量很大 它萬一 它擔心 萬一電力不穩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儲能系統 就派上用場 因為假設電力不穩的時候 透過儲能系統 能夠讓我的這樣的一個電 保持一定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當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 儲能系統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做電力的供應 那讓我的電是相對穩定的 那這個是中鋼 其實它在符合 所謂ESG的這樣的一個精神之下 那現在開始來建構 這樣的一個系統 好 除了全世界 現在台灣也在搶 儲能這一塊的一個市場 當然儲能在電動車 也是扮演一個發展 相當關鍵的一個角色 不過除了電動車之外 是不是對於半導體市場來說 元宇宙也會是下一個 大家要搶的商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訂閱已經突破10萬人囉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 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 將 搶